因為原因是你看看 我想我們讓觀眾投下票好了 就說這個 上次陳時中 就是因為沒有守好對不對 我們的國門 台灣機場沒有守好 你覺得現在陳時中 能夠為我們台灣 擋住Delta病毒嗎 這一題好不好 深論題 請大家留言加入討論 你覺得現在的陳時中 能夠幫我們台灣 擋住Delta病毒嗎 上一波沒有守好 當然他要扛起責任 他每次都說他會負責 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他有負過什麼責嗎 沒有對不對 現在他能夠守得住嗎 你看你剛剛講戳鼻子小娃娃 一聽你知道嗎 爸媽就覺得心痛得要命 我們這個網友 塔綠班蓋牌組織 他就說我戳過一次真的很痛 對不對 很多人覺得很生氣 牙醫就是不專業 無能 洪阿蘭說頭痛一頭 腳痛一巧 腳完全沒有超前部署 對 你之前每次都講超前部署 好吧 剛開始疫情來的時候 你不知道 你沒有經驗 國際檢驗你看 你也不會看 你也不看新聞 但是現在我們台灣已經爆發過一次 上次一樣是出現在機場 出現在機組人員 但是然後又開始縮緊 然後又開始慢慢的放寬等等 所以我看到今天很多網友也很生氣 然後不管隔離三天也好 五天也好 七天也好 九天也好 十四天也好 說實在的這都不太算是科學的一個 真正有人拿過這個實驗嗎 也沒有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王日銜 理事長也這樣認為 他說你等於是讓已經在家的學生 你又跑回到學校隔離 他意思就是說又群聚在一起 來戳鼻子 來檢驗 那也是一種群聚 這種既沒有關門 又無能打狗的政策 這只能夠叫做開門遛狗 顯見太子爺鄭文菜 只是一個阿斗 他為什麼這麼生氣 其實他講的跟原因是一樣 其實你此刻說實在的 你只能靠不斷不斷的篩檢 一篩檢有的話 立刻進行小規模的封城 當然我們的指揮中心 很討厭封城這兩個字 你就小區域的這個封 然後小區域的廣塞 不停的塞 塞到的話就立刻封 只能用這個方式 現在全世界幾乎都在用這個方式 如果真正的 有心的 要把這個疫情堵住的話 你看到這個江冠俞醫師 他也是這樣講 Delta無症狀的其實拉長的 感染快六天才會有症狀 很容易出現在症狀前就傳染病毒 所以這麼快的就下結論 誰要塞出來都陰性 看起來就很好 可以稍微放心 感覺上不太放心 有5篇Nature的期間研究也都說 感染Delta的變種病毒者 大概有四天是在無症狀的情況之下 帶有傳染力 所以非常非常可怕的就在於 這些大家都知道 無症狀者 你這個 還有這個還沒有這個 沒有症狀就會感染 這些為什麼沒有在我們指揮官的 思考範圍當中 介大使你不覺得看到這裡覺得毛毛的嗎 感覺上就是說民眾都知道的 醫生不斷在呼籲的 說實在我都不覺得他們呼籲的 這個東西很新 過去我們就一直提到 有所謂的潛伏期 無症狀感染者 但是我們的指揮中心到現在為止 感覺上還在用舊思維 這個舊是比我們都還舊 我們這些不專業的都知道 他不知道嗎 所以這個部分你覺得 是不是應該要不斷的在篩檢 到現在為止只篩一次這樣足夠嗎 而且還把大家叫回到學校篩 叫回去學校篩怎樣 又是個群聚感染 這個做法通通不對 不專業 而且陳時中我覺得發言不當 他這個時候他 他不需要來安定人心 他的講話要提高大家的警覺 然後這個時候 這個尤其是Delta病毒的話 他不應該用這種 對付Delta病毒 好像現在情況已經控制住了 其實這會正好讓我們這個社會 大家就掉以輕心 這個時候他作為一個疫情指揮官 他應該怎麼樣 料底要重寬 就是說你要把你的可疑之處 要把它擴大 你現在還沒有剛開始 你這個潛伏期的時間都還沒有解決 他就講這些話 如果說大家真鬆懈以後 造成這個疫情擴散得更快 他要負非常大的責任 現在這個Delta 現在已經證明又是機組人員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在從事行政工作的時候 有責必要法 為什麼 你才會增加他的這個警覺性 那今天這是第二次 非常不應該 因為你同樣一個錯誤 你要犯兩次的話 那就是沒有記取先一次的 前一次的教訓 那我們是 這次我們這個災難 是從3加11開始 也是從機組人員的管理 台灣剛剛 原醫師講得很簡單 我們今天是一個海島 我們只要在邊境措施上 守得密不通風 事實上我們可以控制得很好 可是我們老是在邊境上面出問題 而且一而再 現在已經第二次了 那原因是什麼 因為第一次他沒有追究任何責任 也沒有徹底的檢討 所以才會有第二次的出現 我記得在大陸前一陣子 上個月的時候 他們南京的機場 因為清潔人員 上去清理一個俄羅斯飛來的飛機 結果就感染了病毒以後 多少人員官員下馬就責 所以王仁賢理事長 就批評太子爺鄭文燦 他覺得就是個阿斗 事實上因為中央做不好 所以當然地方就要來收拾殘局 但是鄭文燦有收拾什麼殘局 感覺上他今天有呼籲 叫大家不要給機組人員貼標籤 沒有人幫機組人員貼標籤 要貼的標籤也是貼在 鄭文燦的身上 也是貼在陳時中的身上對不對 我們中央的政策沒有弄好 所以現在鄭文燦 他必須出來收拾殘局 那包括你這個機組人員 學校的部分 你是不是也應該出來講話 也應該要幫忙做 就是說你又把這些學生 叫回到學校隔離 然後你要篩幾次 我就說這個部分到底怎麼做 還有我收到一個最新消息 說台北市他們現在 因為這個幼兒園讓大家擔心的就是說 他晚上還有安親班 另外他還有混合上課 現在最新消息說台北市不止一個小孩 到新北市燃疫的幼稚園上課 中山中正有三個公佑 現在有423人受到牽連 是緊急停課 我問一下原因是 我們上一次Delta入侵屏東 然後迅速把它撲滅 感覺上是滿幸運的 這一次桃園已經確定是了 進到了社區 假設 新北的這個也是 然後台北的也是假設 這個最壞狀況的話 怎麼辦 會怎樣 其實非常簡單一件事情 你不能用假設 你就要當作他要來 而且他會來 所以你怎麼樣去做才能看出來 我現在只說 我們已經歷經一次又一次 就像大使剛剛講的 一次又一次給你機會了 我們也沒有叫你下台 我們也沒有 每天下午 還是給你一個五人的記者會 一群專家坐在前面 你要去指揮作戰 但是指揮出這樣子的作戰方法 讓人不寒心嗎 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新北市的各大醫院 全部集合在一起 他可以篩檢多少人 坦白講沒有很多 台北市柯文哲說2000 但是你誰發下來的訓令說 馬上通知100萬人 還是110萬人 我都忘記了 通知100多萬人說 你們可能有確診 那這100多萬人要去哪裡 他看了這個訊息之後 他是馬上自我隔離 還是自我做什麼樣的事情 沒了 就來個訊息說 我匡列你100多萬人 嚇死了 然後學生們有了 不要去個別 先不要隔離 趕快回來集中 那請問你這樣集中的過程中 我就一直在講 如果中間有人真的不信 是中獎了怎麼辦 那你是不是就把它擴散出去 我們已經給你這麼多機會 每天開記者會 讓你去想一想 據道理來講 每天2點鐘記者會 是因為他們早上 先在一個密室裡面 先討論來 今天要怎麼去回答 怎麼去回答這些問題 結果想出來方法 還是這樣的方法 那麼一下子框100多萬人 嚇死人了 100多萬人 如果簡訊一通我忘記是多少錢了 也是不少錢的 那你發出這樣的訊息 我不知道怎麼反應